来看到今天各大报的头条新闻了 这是全球最大伺服器制造厂 世界前四大NB代工厂音叶达 宣布要裁员432人 这是金融海啸过后 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在台北的企业首波最大宗的资钱案 音叶达回应说 资钱是会算到通知日的10天之后 因为会普收摊平板电脑 不得已只能够含泪送走员工 台北市劳工局长表示 虽然接获了音叶达的资钱通报 但是因为资钱裁员通报内容 并没有被裁员员工的职称 跟负责业务的情况 因此对音叶达这波资产合法性 是持保留的态度